賴賴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 什麼樣的人設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 誰叫誰到的一個 逃酒人設 喝酒主打的是一個 怎麼說呢 人菜飲大 就是很熱情 就是別人說來來來喝一杯 他說來了來來 但是到後期 他還是會很開心地過來 但是他就不喝了 背後的牆都是濕的 對 然後我喝酒的時候 是開心的 可是沒有記憶 對 喝斷片 然後我有一次在職場上面 剛錄職一個星期 跟同事一起去喝酒 然後第二天醒來 這個工作的大群裡面 發了一些我的醜照 就是比如說這樣子的 我挺好玩的 這個很意思 在義大利的那個 睡著了 然後這樣的也有 這支照片真像人設 然後我其實在上次 非正殺青的時候 就是跟大家一起喝酒 然後當時也沒有戒業 然後後來那個工作人員跟我說 我到處拿手機 根本又一起拍照合影 想要被人記住我 把自己的照片 都留到別人的手機 他的性格其實比較敏感了 就之後不管是 錄不錄節目 如果不錄節目了 如果你覺得就是想大家了 可以主動地給我們來打視頻 因為無論在何時何地 都可以用我們的動感地帶芒果卡 大流樣雙會員 給你妥妥的安全感 哇塞 太安心了 原來這是值得 我其實個人覺得就是賴賴 她是一個遇到問題 都會堅持下來的一個人 她是很堅強的一個人 但是她私底下其實 就是她很需要情緒價值 很需要別人去關心 她熱愛的一個人 我給你舉個例子 因為我們有一個 玩迷世的群 因為賴賴有時候說話的時候 其他人就是在聊天 然後她其實很敏感 她說的那句話 別人有沒有回 有沒有接話 有沒有人接話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實在沒有人接話 我翻了十條 確實沒有人接話 我會多少接一句 你會在意沒有人接話嗎 不在意 說的是不在意 以後不接了 不要 接我 好 再來看一下 我想問一下 龔碧陽 你對自己的人設怎麼看 隊長 好 我有這個隊長的人設了吧 但是我最早的八年前 並不想要那麼的張揚 或者是有那種非常地突出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我就是 我想低調一點 因為畢竟是一個陌生的環境 但是我覺得後來 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比如說跟Sasha那會兒 也是一種長輩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去玩 她都買單的 然後就是我有更多的一些 責任 對吧 比如說節目組有沒有跟我們準備咖啡 那我做咖啡 然後就是比如說點外賣 還有各種東西 還有比如說安排一下那個炙火鍋 會長 今晚吃什麼 今晚吃什麼 對 節目組 長輩是長輩 但是有的時候 她不像是一個比較正統的長輩 去年我們那個沙欣燕的時候 她喝醉喝得那樣子 話都說不出來 你知道嗎 但是我想說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的另外一個人 就是賠酒的 就是賠酒 確實 她要賠廣告商 你以為呢 這才是真正大人要做的事情 對 還有她的房間 她的房間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對我們來說 因為基本上每一次錄完 就是在哪裡開派對什麼的 或者哪一些什麼 比較好玩的事情發生的 通常都是她的房間 對 我覺得楊燕的耐心 跟以前比的話 變得特別的長 是嗎 就以前你比如說話蘿蔔 那裡亂兩句的話 就是楊燕 但是那個時候也很長 就是能忍她大概五分鐘 而現在就是楊燕 可以一直忍受著她 那你為什麼不會想到 話蘿蔔好多了 而不是她 要世界末日了 她楊燕的表面還是很淡定 就波瀾不驚坐在這裡 不然是如泰山 你呢 你對她的耐心呢 為什麼她評價我呢 你為什麼我離那麼遠 最多兩秒鐘 真的不行 夠不著 對 說明我的人是選對了 但是我覺得薩莎也很奇怪 就是她最早的時候 在我們節目當中 我感覺她給自己 給自己也拿了一個人設 但是後來她也有一些變化 所以你自己覺得 你的人設是怎麼樣的呢 我那個時候怎麼說 用中文說 像楊梁哥剛才講的 就是有病 那個還真就是我的樣 有大病 為啥 因為我不太想跟大家 講太多話 跟那個理我 為什麼 因為這些隊伍與我的認知 是太大了 就我 我在那個時候的認知 可能只是在這裡 但是遇到你像 像波波開瓦那種玩笑 已經在我的世界裡面 是特別 就是 不可能 對 底線了已經 然後像楊楊吐槽我的那種 就是 太毒蛇了 對於我的認知 所以說 那個時候我就想覺得 大家不要理我 然後你理我 我就 我就走了 理你 有一次我說了他的襪子的味道 他說我要來上 殺你 真的 真的 我說 我問他 我說什麼樣的一個殺法 他說你等著 沒有 我說 花波你死定了 對 你真的殺他 但其實這個過程持續的沒有很長 我感覺也就是第三季的前中段 過得很快 為什麼後來一發現 我就覺得大家都是很友善的 對啊 很好的一群人 然後在我們一起在玩 真的就跟朋友兄弟 好朋友的那種 一剛開始把我們當野人 你還跟我說 真的 他一剛開始就說 別說那片往事 所以就是 初期人生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帶刺的玫瑰 就是在下 來 低冷 你跟我們就是四年沒見了 對吧 對 重溫一下你的人設吧 你以前的是什麼樣的一個人設 虛偽 不知道你們眼裡是怎麼樣的 但是我 我知道你為什麼要殺他了 殺了你 誰挪威地告訴我不 怎麼 怎麼可能 人家根本沒有說話 好嗎 我反正不知道在你們眼裡 我認識是怎麼樣的 但是我希望是一種 熱愛沸正的小陀螺 就是因為我 我覺得我一直通過了很多努力和困難 就是想來到這裡 檢討大家 一天 一八年 一九年 那兩年我住在英國的那個時候 我就飛來飛去 我今天很清楚有一次 本來說我要放三四天的家嘛 來錄節目啊 然後他說不能放假 不能我一直求著他 三天不行 兩天不行 我說好吧 我求你了 你就給我這個九三房價可以嗎 他終於說好吧 我給你九三房價 結果我在倫敦嘛 我倫敦周二晚上下班 我跑到機場查點 沒跟上飛機 我就飛到了北京 然後我跑上了這個 我們這個現場 就如果你回去看 你都能看到我跑上的那個鏡頭 我記得 就在ET當中 然後我在北京 就不到什麼幾個小時 我就回去了 然後剛好地正式地 九四早上上了班 媽呀 所以我跟你一根人士 叫金托老師說得對 很特重兵 對嗎 真的 非常特重兵 那次我好像記得 那次就是特別特別敢 對 特別敢 其他代表們 有沒有什麼想說的呢 我主要是觀察到 一些老代表的人士 主要是華寶寶 他第一個印象 就是無限的經歷 但是後來就很活潑 然後就是其實你講波斯語 我覺得你變得很正常的 所以可能 難道我中文不清晨 撕掉了撕掉了面具 還是是真的你 到底你是什麼樣的人 那你在問我 這是體問嗎 還是回答 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不用回答 是一個討論 對 莎莎的觀察是 就是你忘了 你人是最關鍵的一個點 就是俄羅斯麻菲亞的感覺 就是 是這個感覺嗎 公歸聖言 法貴人不得信口四荒 剛才發比中有說 波波一換一種語言 就換了一種人格 是有道理的 那不是一個哲學問題 是一個語言學問題 所以我們聽不懂 語言塑造人格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不同語言裡面的語詞 語氣 語詞的那種精度不一樣 還有最重要一個原因 是因為語言意味著一種 文化環境的潛意識認知 當他一說波斯語 他腦海中浮現的是 有很多波斯語的同伴的目光 匯聚著他 這些眼光會把他塑造成一種 在波斯文化環境上 受歡迎的人格形態 是的 但就說明他在學中文的時候 叫肆無忌憚 叫得意忘形 就當他學中文的時候 他把其他那些可能 規訓他行為的眼神都抹掉了 所以當他說中文的時候 是他靈魂中最自我的那一面 所以其實不僅僅是語言的變化 同樣是中文 你換普通話跟換家鄉話 或者換另外一種口音 你可能會變成三個人 是的 狀態感覺都是不一樣 各位其實我們很多代表 除了非正以外 我剛才也提到 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的屬性嘛 對吧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 各國的職場好了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 是問一下大家 在你們國家有哪些職場的潛規則 你們曾經在職場上 有沒有踩過哪些坑呢 先來問一下顧老師 顧老師 早上好 顧老師 先給大家交代一下 你最近是回挪威上班了是吧 對 是的 五年沒有在自己國家待著 所以我就是對這個文化體系 可能有點不太熟悉 然後我記得這個夏天 我入職第一天 我要做一個自我介紹嘛 大家好 我是Gusta 二十六歲 然後我在中國待六年 中文說的還可以 然後現在來這裡要寫國際新聞 要報導亞洲方面的新聞 然後我的經驗不是很多 但是呢我之前寫過一些文章 然後獲得的反饋還可以 還挺不錯的 然後我發現呢 就是講完了之後呢 我一坐下來 發現話總沒開 重拍 看著大家的表情其實都不是很對 甚至有人翻了白眼 翻白眼 然後我才意識到 其實 因為這個文化裡面 你過分地去講述自己 就是講述自己的這種 是大家非常非常反對的一些行為 光耀這一串在挪威 這是大佐老師介紹給我的 對 你也笨的 今天融資六個億 那個 國際明星 因為這些話可能在 在其他國家的文化裡面 不算特別誇張 那承羅威就已經很誇張了 可是顧思達 我覺得你剛剛說的 並沒有很長啊 是 是 我講的不是很多 其實 但我感覺 它可能跟北歐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種 社會現象有關係 叫Yamte Loven 中文標準翻譯應該是 債呆法還是什麼 我給它選的名字 是北歐方正法 不要以為你很特別 不要以為你比我們溫厚 不要以為你比我們聰明 不要想像自己比我們好 不要以為你懂得比我們多 不要以為你比我們更重要 不要以為你很能感 不要取消我們 關注 不要以為有人很在乎你 不要以為你能教導我們任何事 我聽起來總結成一句話就是 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 對 就是我給他寄了這個名的原因 是因為他感覺它的社會作用 就是讓人這種 轉的這種現象很難出現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開始上班第一天 我想給老闆暫時 我工作能力有多好 然後過了那個下班的時間 我開始偷偷地就加班 加到10分鐘 老闆過來 然後就非常非常嚴格跟我說 你不能就是在這加班 而且原因就是因為 別的同事會很反感 覺得你在轉他們 對 彷彿在聽一個傳說 你不能在這加班 請回家休息 就挪威人覺得你還不夠慢 差不多 我感覺我有點像挪威這種老闆 因為我有的時候 喊同事一塊去看電影嘛 他們就在那弄手機 我說看電影不要玩手機了 他們會說你的火 蘭多基摩爾吧 對我說這個 我說每個人都應該有 至少有那麼點時間 有屬於自己嗎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陪你去看電影 也是他們的火 他們那麼好看的電影 風神 突如其來的團結 我想讓大家娛樂一下 如果我是你的工作夥伴 然後你說 走啊 今天去看你 誰要跟你看電影 上班在一起 下班還要在一起 確實他們下班 還要跟我玩密室 劇管沙女士 不是一些娛樂項目嗎 你的生活是他們的工作 你跟人的娛樂 你的娛樂 我的娛樂 好像不一樣 等了 來 再來問一下發比 狗哥沒有那麼多潛規則 我覺得還是中國潛規則多 你還好嗎 你看會在德國 一定會發什麼會議內容 要談什麼 可能發一些附件 那中國就發個會議 會議邀請 就可能標題好不容易要寫上 然後就內容到時候再說吧 在德國可能你如果參加一個會議 必須你可能要參加 然後給那個會議帶來什麼內容 中國不一定是 可能大家都忙自己的 然後就存在 我叫他會議殭屍 遇到狗狗 還有流程 我問開店有什麼標準 他不是說這個得判斷 我們就按CASE來說吧 然後我說有什麼具體的流程 沒有沒有沒有 到時候再說 這個事情就 問不同的事情找誰 有沒有一個架構圖 我說沒有的 走的人那麼多 來的人那麼多 我沒有時間沒天更寫加油圖 現在你要問他老闆什麼時候發工資 導人再說吧 對 來 我又一個猜過坑的故事 就是我剛入職在英國的時候 我剛開始工作 我老闆相信我做第一個大事情 就是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客戶打電話 然後那個時候我給他打電話 他接了然後說我現在非常忙 你能不能明天中午十二點給我打電話 說好等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我就給他打電話 但是我沒意識到那個時候 他在加州 然後我在倫敦 我在倫敦的中午給他打電話 就是他的凌晨詞點 他接了 所以現在凌晨詞點 你能不能我的時間 中午給我打電話 我說對不起 然後後來就是 不想當自己就像消失一樣 沒有沒有換一個角度 你讓他牢牢的記住了 你是唯一一個所有跟他約時間 凌晨四點跟他打過電話的人 你給他這樣的情緒價值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你終究不會成為他的客戶 咱就是說能給點溫暖和安慰 怎麼了 這樣好不好 我想問一下Dylan 你能不能給我們演繹一下 就是 剛入職場給客戶打電話 跟你現在跟客戶打電話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可以 可以 嗨 這個是Dylan 我正在打電話 現在是很好的時間 對 很好 我有幾個問題 我想問你 如果沒問題 我會開始 好 然後那個是當時 然後現在可能就是 嗨 這個是Dylan 從Golben TNT 沒有 看 我們有一個模特兒 還有幾個簡直的問題 想想想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我們會想問 發展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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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是真正機器人 現在 對 我還有一個 我們就是 在西方的一個潛規則 就是 你一開始一份工作 你需要跟你團隊所有的人 出來做咖啡聊天 就是這咖啡聊天 就是你一對一 把所有的人 都是約出來 然後跟他們 三十分鐘 一起喝一杯咖啡 就大概認識一下 但問題在於 你可能 第一週在工作 你就是一直在喝咖啡 就我記得那個時候 可能週一喝四杯咖啡 週三 週二喝三杯咖啡 週三喝四杯咖啡 而我本來不是一個 很會喝咖啡的人 所以我每次開始一個 新的工作 我第一週就是 對 提點別的 你不一定要喝咖啡 對 所以說你一直在立一個咖啡人社 你就沒有期許 但這比賽 其實有時候這種人 如果你不點別的 他們就 他不是我們這一類人 對 必須得點黑咖 是嗎 有 就是 有些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真的 有些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果汁很極端 已經很極端了 對 果汁是有點奇怪的 我覺得 為什麼會奇怪 喝啤酒好了 喝啤酒不好嗎 在這種 金融人社的那種環境當中 它會顯得有一點點 奇怪的 會給別人感受不同 我感情很愛喝果汁 點一杯啤酒 最好 這個在英國可以 在美國不行 來 沙利 來跟我們講一下卡麥龍 卡麥龍的這個工作文化當中 特別講究尊重跟謙遜 就是槍打出頭鳥嘛 你要是不地標的話 你恐怕是走不遠的 就像不是說 你剛入職 你要是穿什麼名牌的衣服 或者說開一些那種大牌的車 很多人會覺得 你這麼有錢 幹嘛還來工作 對吧 就這個樣子 而且我們國家的人情事故 跟這個 真的是特別特別嚴重的 就比如說 我們錢也是可以送的 就是安度成倉 就是要特別的 我來演一下 跟伊朗一樣 就不是這個樣子 你好 就是正這個樣子 跟伊朗一樣 放手裡 感覺不多 沒多少錢 三百 不是你這樣你把它折起來 你把那個阿伯馬 聞到你手上 莎莎 我的老師 在我大學畢業那會兒 就非要我去參加一個面試 當然我要感謝他給我這個機會 但是呢就是我自己一定要創業 我不是給別人打工的 然後呢 他就非要我去 那我沒辦法那我就去了 然後我就刻意地就是表現 我真的不想要這份工作 那樣子 懷悦了一下剛來飛鎮時候的狀態 對 然後我就做那份簡歷嘛 然後別人都是寫優點 對吧 然後我寫了一個優點兩個冒號 底下是缺點兩個冒號 面試官就開始說 你的優點是這個 我看到那你這個缺點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他就很疑惑的樣子 然後我就 就是沒耐心 就是很多意的 對 然後那個人很滿意 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他很滿意 有個性 那你這個特別適合到我們俄羅斯的 這個市場部去工作 我覺得因為我們這個 不好管理啊那邊的人 因為我們這個中國的這個員工 到那邊跟俄羅斯人講這個不好 就他很想讓我去他們那裡工作 你以為你應聘的是一個標準的工作 實際上他想找個打手 老師就是因為特別了解你 就得撒撒去嘛 是吧 瓜哥你又觀察到哪些職場的一些 所謂的這種潛規則 給我們來分享一下 中國職場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道具吧 叫做鍋 背鍋甩鍋 但是我覺得中國的這個大部分企業吧 有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就是 千錯萬錯不能是老闆的錯 所以老闆身邊需要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人呢往往薪酬很高 叫做背鍋俠 對往往是副總裁級以上的級別的 搞不好的合夥人 比如說老闆不小心做錯戰略了 對吧那那個楊總 這個當時我們討論的時候 楊總相對比較堅持 對吧那我很信任楊總 所以我們就這麼幹了 所以呢我們這個可以在大會上 楊總也做個自我檢討 決策失誤了 對但是沒關係 因為楊總這個這麼多年了跟著我們公司 對吧 勞苦功勞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對不對 然後呢因為楊總認了這個錯 所以私底下 欺權股權獎金卡卡給 但是老闆要維繫住這個面子 因為一個公司 尤其是中國這種 傳統家長式的公司 如果老闆的權威一旦喪失了 底下員工中間的管理層高管 人心就可能會散 你公司的卑工俠是什麼職務 這個節目是會播出的 你還沒有什麼注意事項 給大家來分享一下的 剛才呢是說這個老闆做錯事 還有一個小故事 也是個歷史故事分享給大家 就是中國呢 古代有一個很出名的皇帝 叫做劉邦 高祖嗎 很厲害 對就是這個漢朝的Founder 對吧 這個Founder他很厲害 然後他有一個CFO 這個CFO就是他的成相 叫做蕭和 他們兩個很信任 蕭和呢也是劉邦的 算是他的一個伯樂吧 但是後來劉邦老的時候 當了皇帝之後 在外面打仗 就經常問身邊的人 說這個蕭丞相在幹嘛 然後身邊就說了 說這個蕭丞相在幫你治理內政 百姓都很滿意 按理說劉邦這時候聽了應該很開心 但劉邦心裡就不爽了 不爽了 犯嘀咕了 他就會擔心自己這個權利 受到威脅 後來蕭和又幹了一件事 讓劉邦特別特別生氣 就把他給關起來了 他跟劉邦說 老大 能不能把你那個打獵的那個 這個叫上林苑 那個園林 給老百姓種地 這樣的話呢 耕種好之後我們這個對吧 我們這個稅收也多 然後劉邦就非常生氣 你拿了我的蛋糕去分給大家 最後這個名字呢 是記在你蕭和頭上 是記在你成相頭上 很多人都沒有善終 但是蕭和最後善終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最後又假裝自己貪污 讓劉邦有一個 懲罰他的這麼一個把柄 我的媽也 然後這樣劉邦就放心了 然後他說你們看 我們這個漢朝的成相也貪污 然後把他羞辱了一番 但是羞辱之後 兩個人就和解了 所以在我們中國做高管不容易 既要把事做好 但是又不能搶 對 要把人做好 不能搶老闆的風頭 就是人做地調 事做高調 對了 你看看 你完全是反著來的 對 你這個 反正你們還是看看 其實我們這裡是有幾個 關於職場當中 面試的時候會有些 POA式的一些提問 來吧 我看看 能不能承受這個POA 你絕對沒問題 誰POA在聊你啊 楊先生為什麼會選擇 來我們公司呢 接到你的電話 你讓我來的呀 怎麼到點兒就下班啊 這是你們以前的企業文化嗎 不到點兒再走了 我肯定算早退嘛 所以我肯定是卡點兒走 絕對卡點兒走 絕不早退 絕不早退 小陽 我覺得大家 尤其你們這個年紀 都是年紀輕輕的 你不要太計較得失 難道我一大把年紀 再去跟別人計較嗎 不太好吧 老闆 行 那給你們點福利啊 因為我們這周末 我們團建 大家都得到啊 這個日子是怎麼查出來 你查黃曆查的是嗎 我們年輕人現在不走這一套了 我周末病了 你現實生活中 你會敢這樣嗎 我保證自己平時不生病 我周末生個病 行不行 老闆 我現實生活中 收到 直接就收到 楊姐 我想問你 真實的一個問題啊 就以你的情商 來回答一個問題 就老闆如果讓你出去買水 你買了四倍回來 後來突然發現 回來之後有五位老闆 你會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拿五個紙杯子 平均分一下就行了嘛 好像不太好分 有些拿鐵奶沫子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如果是我的話 我肯定馬上開著英式派 快速買一趟 因為如果開英式派過去的話 五分鐘不要就回來了 什麼東西 開東風本田英式派 老師質問一下 我覺得質得很好 其實我們剛剛說這些是 打工人在職場 有的時候就是 會碰到的一些常見的現象 就是老闆其實很愛 給員工畫餅的 有人說畫餅畫得好 馬兒能跑還不吃草 畫餅畫得好的話呢 投資也是隨便燒 燒了這麼多了 怎麼畫的 我們讓我們各位老代表們 來給新代表們 五成新的代表們來畫畫餅 讓他們來燃燒自己 更好地為我們節目 能不能夠奉獻一下 好的 各位接下來 非正式會談第一屆畫餅大賽 馬上就要正式地開始了 首先第一位讓我們請到的 這位畫餅大師 是我們的薩莎前輩 有請您 給我畫餅 我們阿姨掌聲 掌聲 首先 感謝大家 各位嘉賓 各位主席團 允許我參加這一次的 畫餅大賽 不用謝 你們要知道 非正式會談 是中國綜藝史上為數不多 拍了八年實際的一個大節目 好大禮 開心 你們要知道 無國界的思想碰撞與辯論 是我們的 更是我們的初衷 你們想在這樣一個優質的節目中 輕始流明嗎 必須的 對 雖然非正式會談 是一個非常優質且成熟的節目 但是每一季的新代表 老代表 都是獨一無二 在節目中展現自己的風采 好 好 而你 我的朋友 你們就是咱們非正式會談 第八季中 不可或缺的藝人 對 好 你們將書寫自己與我們 共同的新篇章 這個節目沒有外人 我們都是你們的 家人 請各位新代表 不要囊中羞涩 盡情地展示自己 燃燒自己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放線給觀眾們 不要囊中羞涩 這個事很難去做 超出才華 囊中羞涩 我相信 我們這一季 會成為 獨一無二的一季 請大外 請各位新代表加油 我的發言到此結束 這個餅很香 這個餅太香了吧 接下來應該是一個 截然不同的風格 讓我們歡迎到的是 阿磊有請 我們來了 好 你坐這兒吧 開嗓 開嗓 好 開嗓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各位嘉賓 各位型老朋友 各位新代表 各位寶貝 大家晚上好 歡迎來到非正式會談 中國唯一一黨 外國人比中國人還多的 電視節目 也是中國唯一一黨 從大白天錄到深夜的電視節目 第二天還讓你起床起的 別提一天還要走 謝謝 作為老代表的我 對新代表的到來表示 熱烈歡迎 你可以做隊長了 你們即將獲得 許多難能可貴的 只有非正式會談的外國代表 才有的俗力 好比第一 你們即將再也不需要剪頭髮了 每次到錄製前 就會有專業的髮型師 給你們製作定制髮型 可以參考我們的成功案例 你看 我們已經把他修回來了 你們即將獲得 和中國的大明星同框的機會 好比楊迪 大佐 陳明 陳超 還有 接下來呢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 非正式會談的外國代表的 專屬去聊 非正式老外群 隊長把他們拉進來了嗎 拉進來了 拉進來了 拉進來了嗎 作為曾經的是新代表的我 我也是體驗了 從新代表到老代表的 正常過程 我可以明確地跟你們說 這個節目好 好辛苦 可是 不用擔心 因為你們在這段時間 會永遠銘記在你們的心裡 你們也會叫 來自全國各地的好朋友 所以我想請大家舉杯 願我們的新代表 逆風如解溢 榮毅摩摧殘 謝謝 乾杯 好 還好 謝謝 這個結尾 讓我覺得大家是在競選後宮 你知道嗎 是嗎 謝謝 我的靈感就是那個 OK 看就好 雷飛 好了 各位 阿雷的表述非常地精采 但是接下來出場的這位 應該是 眾望所歸 眾所期待的一位 他也非常地擅長演講 上一次他演講的時候 摘得了外國隊長的榮譽 是的 那麼這一次我們要歡迎到的 就是我們畫餅大賽的 最後一位參賽選手 是大家非常喜歡的 外國隊長 龔布洋 有請 歡迎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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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非常歡迎各位新代表 來到我們節目 時隔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節目 請跟我們終於再次 歡聚在這個場桌上 非常的開心 說得好 說得好 我的天 好 作為隊長 有一些話要擺在前面 好 這個節目 很窮 你們看一下 已經壞了 已經壞了 這個是我們的盒飯 又 又是這個 大家看 吃了八年 這是我們的咖啡 做什麼咖啡 大家看 這個是我們住宿的條件 這這麼窄 全都摔地上了 你們指望靠這個節目 把粉絲量翻十倍嗎 怎樣 你們指望靠這個節目成名嗎 已經有成名老實 我先跟你們說 沒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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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這一切並不重要 是的 對 你們在這個節目可以交到 來自世界的不同國家的朋友 是的 你們能交到 四位主席團的朋友 而且跟會長和副會長 喝酒玩密室 到上海有波波 到北京有我 到南京有莎莎 是不是你們倆 是 雖然這個節目沒錢 但是 我們有很多的情誼 來自家 來自家 謝謝大家 兒的一個戛然而止 有投票權的 是我們的新代表們 和我們主席團的成員 以及光耀 我就不投票了 來 接下來 有請各位 做出你們的選擇 這個售代上還寫著 微博50 給你吃雙飯的餅 你們都有我的微信 我很喜歡龔碧陽的這種風格 就是 就是說大實話 用大實話的方式畫筆 都已經這樣的條件 你還來我們這兒 那真的是 喜歡這個節目 對不對 我不喜歡吃那種假大空 Sasha那個太空了 一聽懂假話 假到過分了 真誠拉丁風 南歐的以你風情 還有鐵血大地風 鐵血大地風 鐵血大地風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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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ha那一段有的時候 跟陳明老師總結得有點像 阿雷 來陳昭 阿雷 Sasha剛才的這一段演講呢 就是三個字 對 給芽芽的表現 而且芽芽的表現 完全都在情理之中 所以她就應該長得這麼好 是 所以我的這一票 對阿雷 真的假的 後面幾個可難投了 這真的是直跑 這三個都是老油條 我們三個真假 來 發比 我覺得做的 除了最尖銳的就是你 阿勒 不應該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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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怕我可以 對 隊長講的是最好 因為這是最真實的 真實的 一看到了河發你就撐起來是中午的感覺 真誠熱烈 雖然 我更喜歡你的 但是這次我就先 沒事 謝謝 平了 如果打平了 那就顯得老闆是一個沒有什麼創意的老闆 給了我們一個非常 平庸的一個結局 一個平庸的結果 在一個創業的公司拿這麼多的風頭 我覺得也不太合理 所以我宣布莎莎提前淘汰 所以我們看看吧 光耀會給我們什麼不一樣的答案吧 我覺得大佐老師說的特別有道理 但是呢你 我如果按照你的預測走 我就更沒有創意了 沒錯沒錯 而且我覺得這是個畫餅大賽 就是畫餅畫餅 還是看誰畫得好 對 看這個氣勢對吧 氣冠長紅 對 而且我很害怕他跑去上海殺我 好 這樣就打平了 對 我還是要反擊掉 我還有一個投票的機會 對 大佐沒有投 最後那個 等於讓佐哥就投 那你投一個吧 沒事 我本來覺得今天 薩莎這段氣勢如虹 是真的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覺得從綜藝感上來說 今天薩莎這段表現 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我特別怕那種被觀眾 詬病一個偏愛薩莎的人設 還有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那個 龔比昂在最後有句話 是特別特別打動我的 就是你在每個國家 都可以收穫到一個朋友 這個是我對 來這個節目 對於我來說最大的意義 所以這個不太貴的小包 我就掛給龔比昂的身上 第一屆的畫餅侠 依舊花落龔比昂 看成最強還是最強 但是我覺得 你剛剛藉此機會 再次第四立變節目組 也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你們的抗爭 所以你們發現 可能吃吃喝喝 還是多少有一些變化 包括你看你們的椅子 對 這一季也是完全不一樣 椅背都那麼高了 椅子起碼又椅背了 但那個咖啡 那個咖啡真的是那樣子 外國人喝那個咖啡 受到兩個那種素容的 有咖啡飲嗎 那個是從第一季到 應該是第五季 現在進步了 現在好多了 好的 再次感謝大家 好 感謝 謝謝 剛剛在聊畫餅 其實就著畫餅這個事 我們甚至可以來問問大家 畫餅是有用的嗎 你們有吃到過別人 就是畫到的餅嗎 這方面我覺得 賴賴老師應該有話要說 那當然 作為一個參加了 那麼多人的一個選秀 沒有盡頭的選手 別再提了 其實我簽公司的時候 公司給我畫餅 他們說是給我出道 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要做歌手了 全國什麼群演啊 什麼大明星大藝啊是不是 然後呢 那天錄歌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大佬 我一唱 他們的表情就這樣 他們之前沒有聽過你唱歌是嗎 沒有聽過 也沒有陪過去 就直接敢給你發歌 是的 他們以為 就是日本人有天賦 誰都可以唱歌 然後直到現在 到差不多兩三年了 還沒混完 你的歌太難修了 太難修 太悲情了 一個字一個字的修 你還記得你錄的歌嗎 我們來唱一兩句 原聲感情 可以 不超過四句沒有版權 好 我心... 我心裡面離上的都是你 重新唱 你認真唱不做效果 沒必要 我心裡面離上的都是你 都是你 都是你 我無法忍受跟你 在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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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現在的你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我不想活在美你的世界裡 還好耶 不是很好 只是前面剛開始的時候 你這個歌呢 故意做得像卡帶一樣的那種 沒有 再讓你 你們不用擔心那個 製作者很辛苦的問題 因為根本沒有製作者 收到這首歌 好 來 再來看一下 周一朗有人 有人跟你畫過病嗎 我也在 我的這個行業 我天天被畫病 但我已經完全 就是那些很厲害的老闆 他們可能五十六十歲嘛 他們說你要做得給我一模一樣 你就能變成我這樣的人 就一年賺個什麼 十萬美金這樣子 說不定一個億美金這樣的工資 然後 你只要像我這樣 未來有機會賺到 十萬到一億美金之間 是 跨度太大 這個病 差不多是 在一個公司 收入真的就會差這麼大的 但是呢 我為什麼看穿了呢 是因為 其實 他們就是 走了他們那個時代的路 才到了他們那個位置 其實世界一直在變嘛 對 所以你需要 需要保護自己 需要一直看著這個世界 我其實一直跟我的下屬說嘛 我們得聰明 我們不要就一直在聽她的話 她就是想利用你 想讓你 她說什麼 你就聽什麼 你就當一個好的員工 你要理解更多 然後一直在看著世界 怎麼怎麼在變化 然後才會 能有自己非常成功的一個事業 沒有一條成功的路 是百分之百可以複製的 來 莎莎 不會畫餅的老闆 她肯定不是一個老闆 好老闆 你就是玩人家 如果說一個員工 他能理解老闆為什麼畫餅 那他的層次會更高 你好像一個小光耀眼 說白了 就如果說你是一個普通員工 且你工作能力一般 老闆真的沒有必要跟你去畫餅 但如果說你是核心層的一個員工 你掌握著一定的核心技術 那我去跟你講畫餅 那才有意義 企業能留下人才 其實無非就三點 一 要麼就是錢到位了 要 第二點要麼就是 吃飯 我在你這兒開心感情到位了 第三種就是 他可能思來想去 我在你這裡的發展 可能會在別處的會更好 畫餅不是一個壞事情 看你要怎麼去理解 就畫餅這個東西 它的目的是為了讓 企業去變成一個良性的發展 然後把這個餅去做出來 有的老闆的話 他現在就在畫餅 他就是畫餅就是純畫餅 靠大家去想 他可能餅的味都沒涼過 那這個就是沒有任何的意義 第二種呢就是你做出來這個餅了 但是你不捨得 你可能把餅子仍然全吃了 給它硬編的留給就是 那最後這個企業的人才 他也都會走 一個真正的好老闆 繪畫餅的老闆 他是有能力把公司運營成 然後把這個餅做出來 企業他一定要捨得 然後這個企業才可以持續地 良性地發展 然後並且取得一些 不叫戰略不叫花餅 不錯的成就 你剛剛在這個發言的過程當中 光要頻頻點頭 沒白給你投票 謝謝謝謝 這個畫餅這件事 是大家所有人都逃避不了的 不管是作為員工還是作為老闆 我就講講新時代的這個畫餅的方法 來了 找一個高管 我想給他少給他一些現金 多給他一些期權 對吧 因為我們現在需要保持現金流 但是呢我又不想直接跟他說 我要怎麼做呢 我給他畫了一個朦朧的餅 我這樣說 我說 最近未來兩到三年呢 我可能跟投行打交道比較多 跟律所打交道比較多 跟很多會計師事務所打交道比較多 所以這塊業務上你要多上心 然後我現在就不說了 他就會想 老闆你一個服裝公司老闆 為什麼要跟投行打交道 為什麼要跟律所打交道 為什麼要跟會計師事務所打交道 IPO 你是不是想IPO了 但我從來沒提這三個字 後來過了幾天 剛管就跟我說 自己去猜 光耀我覺得 我很看好我們企業未來的發展 工資呢我可以少拿點 但是我想跟你 共享長遠發展的結果 結婚 這個就成了 自己來找了 自己來找了 所以呢我覺得高級的獵人 要裝作獵物 要讓這個餅 但我這說這話我會被封殺嗎 我不知道 可能沒有高管了 可能沒有高管了 現在沒有高管 沒事啊 我們現在不畫了 對 所以高級的餅就是等待著員工去被發現 我其實經常被換那個餅嘛 就是老闆說 我們給你十萬或者二十萬 少那個工資 但我們給你 今年給你三十萬的這個價值的股票 我說不要 我直接拿那個二十萬的現金 我不要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 因為就是他們發明的這個 三十萬股票的價值 其實是自己腦海裡的一種東西 就是拿著仙天門 給你洗腦 蒂倫我覺得你這個 我雖然不是牛津本科 但是 我們都同時作為這個 我們倆都是九五年的 但是蒂倫 我覺得你算得很清楚 大佐老師第二次陷害我了 上一次剛才讓我投票 我就嚇得渾身汗流浪費 我想問一下 你有被人畫過餅嗎 我想到我之前 我們這個行業 今天被人畫餅 製作節目的人 他們就說可能通告費低一點 但是 未來怎麼樣怎麼樣 以後還會有很多 第一季我們先是 不怎麼怎麼地 但是這個品牌做起來之後 然後到時候你可以 廣告我們招商比較好 我會聽到很多這種 然後我回去 我會跟經紀人說 經紀人說 我們出來幹活 要的就是通告費 面對這個行業的大餅 我有兩個原則 是朋友的 如果去幫忙 我乾脆選擇一分錢不要 就純幫忙 一分錢都不要 但是如果 我們就是一個工作關係 對 那就好好的 處在一個工作關係當中 對 陳老師你這麼一個 畫餅王 給別人畫餅的人 有被畫過餅嗎 我為什麼給別人畫餅 這些行業天生就跟餅密切相關 它本身就是在餅上成長起來的行業 金融行業就是 你是真的說的土家燒餅嗎 吊沙餅 沒有啊 金融行業就是這樣 金融肯定是 因為餅是跨越時間的回報 放貸 有收益 那明天的錢到今天來信貸 有收益 金融就是玩的就是餅的遊戲 這整個行業 沒有餅就沒有這個行業 所以關鍵是眼力 你要有識別 剛才說你看到的餅 未來實現的概率 要有像中國移動動感地帶 這樣的演力 中國移動動感地帶 M Zone 它的那種眼睛 它進入的恰到好處 收穫的時候盆滿撥滿 然後還有一個漫長的腸尾效應 時隔了五年到十年之後 一個面龐一段故事 一段情感的出現 還能在受眾心中激發漣漪 沒有任何一個品牌 比我們這個桌子更能夠詮釋什麼 叫移動 因為各位來自五湖四海來到這裡 靠的是什麼 是身體的移動 是靈魂的移動 是文化跨文化傳播價值觀的移動 對 在這裡移動 碰撞 幻彩新生 換了一片膜感地帶 我難以想像 為什麼會有一個品牌公司 會有這樣的一種眼界 這一段沒讓你植入得這麼猛 聽了我都想贊助了 懷疑 懷疑 我們這裡不接受畫餅 不是那個道道老師 咱們是朋友吧 我們是朋友 不花錢 但還沒有成為那種不花錢的朋友 其實剛剛在畫餅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個餅其實要畫的 萬一它不小心就真的落成功了呢 對吧 對 所以其實我們有的時候 如果不接受別人給你畫餅 我覺得大家其實要給自己一點希望 給自己一片夢想的天地 對 可以給自己畫一個小小的餅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未來前進的一個動力 所以今天借著這個機會的話呢 我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自己給自己來畫一個餅 各位 我們在我們的長桌的前方 給各位準備了一個餅攤 是這樣的一個規則 你覺得你希望給自己畫幾個餅 就去餅攤裡給自己拿幾個餅 好不好 來 請各位去拿一下自己的大餅 我想了一下我最後說我不拿了 因為很滿足 情況還算是比較滿意的 然後其他的 對於未來的東西 我就覺得順其自然吧 我還是比較喜歡一個活在當下的 一個這樣的生活態度 你對待未來的態度 跟對待工作一樣 不去找未來 讓未來來找我 對 是的 是這樣的 我喜歡翻船 所以我的餅就是 我在翻船上戴著墨鏡 拿了一杯啤酒 可能就是微信電話過來 然後我秘書問我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有人找你 我說沒關係 到時候再說吧 你一個人不無聊嗎 兄弟 叫我一起 不是我一個人 太危險了 第一個就是 在海邊有一套房子 然後可以每天衝浪 第二個就是 身邊有好的朋友 不是已經有一個嗎 然後 這個不算吧 第三個是 有足夠的錢去旅行 我拿了四個 四個 這麼多 第一個就是一個 我很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 環遊 就是世界 帶上我 沒問題 去的每一個地方 那邊就可以 有一套房子 帶上我 你有講解太多了 第三個和第四個 其實是在一起的 Work hard play hard 對吧 我覺得這一點 你本身已經做得挺好的了 是的 我拿了三個 好像也是拿了最大的餅 第一個呢 是我從小的一個夢想 也是受到我媽媽的影響 我媽媽之前也是名醫生嘛 我媽媽之前也是名醫生嘛 然後現在 她也不在了 所以我還是給自己 花這麼一個表 就是當一名非常頂尖的醫生 第二個呢 這是想的呢 二十五歲之前 帶領看麥龍國家隊 男組 多得世界被冠軍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 最後一個餅呢 三十歲之前呢 一定要有 就是 等於或者說 超過一個億的 這麼一個儲蓄吧 你們的比喻花這麼大呀 真的一億美金 吃力 好像還可以 但是 帶領 她是帶領 卡麥龍國家隊 她還有三年的時間 然後她還有八年的時間 要拿一億的美金 我很難比較 二和三哪個這種男人 如果她是一個 那個已經能賺到 一個億美金的醫生 我們都害怕 但是 如果你二十五歲 真能帶領 康麥龍拿到冠軍 三十歲之前 掙一個億就沒那麼難 對 但問題是那個時候 你還得來非正式喔 必須的 是我們的家嘛 再來我拿了兩個餅 然後第一個就是 我希望 賴賴是被人需要的 被人關注到的 第二個餅是 就是只要有空了 就想要多陪陪家人 我給自己兩個餅 第一個是你的身體要健康 你愛的人和你身邊的人 都是身體和精神上是健康的 然後做沒有戴面具的自己 一個開心的人 然後也要健康 所以我給自己畫的餅是兩個 一個是家庭 一個是自由地做自己 就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 開心快樂每一天 自己給自己情緒大志 這個餅的意思 對我來說是平衡 我覺得我生活這幾年 一直非常的極端 就是我要麼在瘋狂的工作 要麼在瘋狂的旅遊 然後我還在尋找 一個更正常的更能長期接受的 一種平衡 我最近爬了一個山 是那個西歐最高的山 叫 Mont Blanc 當時在法國和意大利的邊界上 然後我看到了另一個山 是我十年在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是想到了 然後我跟那個山隔的距離 就是地理上的距離 也是隔了世界上的距離 就我當時在那裡七十八歲 一個人站在那個很冰冷的山上 就是想到了我所有的想念的朋友 然後所有的在我身上發生的東西 然後所有的帶來的價值 我就寫出來了一首歌 然後如果回掌允許 我想給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 好嘞 太允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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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head became the ghost of last night I'll wish the world away You know I'm feeling alright I'll waste the afternoon with records made of lost time I'll run the avenues You know I'm feeling alright And when it burns me down And I climb mountains And I draw poems from their peaks Look across the decade And burn out what you meant to me And I need nothing But I want everything right now And when you saw me standing You said god damn man what the hell I climb mountains I love it And I draw poems from their peaks Look across the decade And I draw poems from their peaks And carve out what you meant to me And carve out what you meant to me And carve out what you meant to me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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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ring arms And I'll edge you And I'll edge around